哈喽大家好,我是龚腾 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左右 刚刚忙完其他事情回来 然后打开电脑给大家做下一期的更新 预计的话应该明天下午应该能够发出来第五集的更新 然后这会儿正在经历的阶段 就是最枯燥最无聊的打字幕的阶段 就像这样,然后去听语音 然后打时间轴 然后把字幕文件给匹配上 然后最后再在上边写取合适的画面 然后匹配 然后这个阶段应该是整个创作阶段最无聊的 所以突然有点烦躁 然后突发迹想 感觉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视频真实的过程 包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做好的这些视频的文件图 然后这边有一个文件夹的截图 里边有33期 都是之前大家已经看过的这些节目 然后每一期做完的文件夹打开 里边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有一个音频的文件夹 然后有几个做好的成品 然后一个文稿 其他的就是一些节目里需要用到的图片素材 这些素材都是我自己截图 然后用PS或者美图秀秀做的 然后做这个视频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刚刚看了麻辣隔壁第一季的一个小片段 就是少庄自己催更自己的 然后刚好他催更的第二季 第五季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一期 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片段放出来 但是只放这个片段又有点单调 然后所以说就感觉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做视频的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就明天下午的更新见吧 最后给大家放一下这个搞笑的短片 然后祝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睡个好觉 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的支持啦 都记忆电了 人家也不来 急死我来的 你可不能不能不说废话 这毛片都看了一轮了 你这人还不来 不是你们剧组那毛片二的那个第五季 啥时候除啊 那人们都等着你们拔不拔 还叫我叫我啥呢 你有点心意都不容 张宁啥时候回来 到底回不回来呀 那烧庄是不是永和烧庄是谁呀 咋回事啊都是 小宝跟安宁是一对 你们剧组到底怎么回事啊 一天天的 妈了个逼人 咋回事啊